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拿前段时间来说 成员们还被质疑不合 7月5日 李子婷上午发了和子明的合照 但是下午突然编辑成单人自拍了 这波操作立刻被讨论上了热搜 网友们也脑补了一出大戏 说是两个人闹矛盾了 工作人员解释说是因为暴露了服装 所以才删掉了 人家双子组合好着呢 还有早前的时候 有个喜欢子明的音乐博主 写了篇程文 希望子明不要老是听情歌 要提高自己的音乐审美 但文中有大量dis其他队友的内容 比如唱跳实力 未打水准 没有女团气质 沉默寡言 未手未脚 整天嘻嘻哈哈的闲鱼 很多粉丝艾特紫明来看 紫明不但点赞 还评论了这条微博 外加感谢了一位粉丝 而且紫明艾特的这位粉头 虽然是紫明家大大 但估计他自己也没仔细看 这个粉头的微博里 有不少dis杨超越的东西 杨超越的粉丝怒了 说紫明亲自下场内涵队友 杨超越本人说 紫明和他道歉了 两人关系很好 是他的捧场王 劝大家不要撕 看两家粉丝停止了战火 杨超越才删了评论 单独跑到超话里去安慰粉丝 说紫明只是被某些粉丝坑了 当然 被质疑是正常的 但从个人到偶像组合成员的变身 少女们已经学会 该如何成熟处理事情 而且 围观他们的日常 关系还是蛮好的 刚刚出道 姑娘们就一起搬进了三层八百平米的豪宅 还在大门口留了合照 只是李子婷回国搬迁证去了 不在 刚搬进去第一天 少女们就搞了个火锅咖 吃饱喝足后 他们还讨论了关于养猛虫的事 很想知道你们最后决定养什么了 有了豪华宿舍就是好 随学随地都是自拍背景 三天两头就是有爱互动 所以说 姑娘们关系好着呢 顶多就是闹腾了点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扒一扒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